如果妳跟他有感情騙過 那個鬼都要吃醉了 我告訴妳 所以我不知道是誰會嫁 是呀 而妳跟我 愛秀屁啊 小聲點 放心吧 我剛剛碰到小芳 讓他先去找瓶子領新床單了 一時半口過不來 我已經是要跟妳講 什麼事 其實 喜兒咋就知道自己得傳染病了 什麼 那她怎麼敢 她當然不敢說 畢竟像她這麼笨手笨腳的人 除了莉莉那賤人 誰還會要的 夫人心善說不定會給她治 我呸 妳是不是看上莉莉了 說什麼傻話 老爺前年去世 現在這裡除了夫人和小姐 就是我地位最高 而妳 是我的人 哼 如果沒有莉莉和她女兒 我就是這兒的女主人 所以代表說那個小孩的房間 我以為是小男孩 以為是小女孩 你先回去吧 別讓其他人撞見 他們還不知道我們的關係 她要出來了 我得趕緊離開這兒 先去二樓吧 我怎麼知道剛剛怎麼回去 先去找阿精吧 也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了 我真的覺得這個 她現在是 她現在是在玩趁業play嗎 好難懂 她現在可以變 她剛剛還有變瓶子 唉唷 到了 露金 你去哪兒 你沒事吧 沒事就好 你看我找到下樓的妹妹了 新人 這就是那位走丟的哥哥 哥哥好 好可愛喔 你好 你好啊 怎麼偏偏趕在無塞的時候找到了呢 真小啊 既然人都到齊了 咱們就離開這兒吧 已經深夜了 你們怎麼了 阿精現在還不能走 蛤 為什麼 我現在沒法跟你解釋 這棟宅子有問題 我還想再調查一下 露金 我們是來找人的 不是玩鬼屋探險 你別任性 快跟我一起回去 行 新人 咱們倆走 讓他自己玩 新人 阿精哥哥 我們不能下樓哥哥 這裡很危險的 蛤 等一下喔 新人是怎麼在上面的 樓下是被封鎖起來的呢 樓下被木板封鎖起來 然後你要用斧頭去打開 新人不要說他們那個能力去打開斧頭 就拿斧頭去把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來的 把木板打碎 光是你 好就算你把他打碎好了 那為什麼他就把他封起來了 沒事你路過可厲害了 用不上咱們 好行 我 路基你到底走不走 現在 不能走 現在不能 那我也不走 那你也不走 哈哈 你們倆這是要幹什麼 清醒一點好嗎 好行 再多待一會可以嗎 可以說不行嗎 路基你還沒回答我 你剛剛去哪 我 我暫時還不能說 蛤 為什麼 你願意休息我嗎 不要 呵呵呵呵 嚇不為你 呵 屁啊 呵呵 性能好像又有什麼是在滿座 他真的是那個嗎 稍後灰燼 所以這是喜兒的房間 那這個應該是那個 那個誰 小林吧 女僕小林 還是不能解釋 這張高跟鞋 這是他們的三樓 茶爛花草 這裡的紫色花朵 跟之前看到的一樣 落地燈散發了 細微的光 這紫色花朵 應該就是碗糖花吧 破舊的屏風隔斷 以為看到有一張床 要拉開屏風隔斷 喔唷 那個頭 這是花匠 有一句哭了 我胸前插著一把鋒利的剪刀 是那個花匠 沒事 性能不要害怕 我不害怕 不害怕你在哭什麼 桌上有一束紫色的花和一封信 莉莉夫人原諒我 無法用言語表達自己的悔恨之情 事已至此只能以死謝罪 我從未想到 晚糖花的毒 盡不及人心 所有人都是罪有應得 只願您來世 不再受此人間 智苦 受此人間智苦 這代表是他把那些人都殺掉了嗎 然後他用剪刀自殺 他關金先生跟那個 真的自殺 他是這棟房子的花架 胸前的剪刀是平日裡用來修理花草職業的 你怎麼知道 有可能 1023 差點忘了 這孩子 好像對這棟宅子很熟悉 他應該是莉莉的女兒吧 那個小孩 那個房間的主人 應該不是那個誰 下...下誰 我忘記了 忘記了什麼名字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那個 他朋友的妹妹 或者是他是他朋友的妹妹 被附身之類的 在玩附身嗎 剛剛有什麼東西過 我不知道我剛剛 我剛剛在看聊天室 所以我沒有注意到 有什麼東西嗎 我剛剛省略到什麼 我剛剛在看那個 我平板 平板那邊突然跳出東西 1023吧 這裡是... 地下室嗎 這門廳 地下走了 厚重的庭門 被打開了酒瓶 放的各類酒 我還是覺得這個...性能怪怪的 這我想太多了 上手了 為什麼... 這三門為什麼只有說狂沒有門把手 被廢棄了 喔呦 他在... 在... 公圈裡面有誰 哥哥別進去 姓倫說得對 我們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最好不要幫人進去 喔... 為什麼杏倫會知道 喔呦... 喔呦...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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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 他是小芳 小芳在玩盪球間 要倒掛的一句感事 殺人兇手 除了金先生以外 我其他的大概都猜得到了 金先生他我不知道狀況 然後 喜兒他被燒死 在還沒有死掉的情況下就被燒掉了 然後 那個管家跟小菱 他們兩個是在床上 可能在圈圈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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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被捅死的 殺人兇手應該是花匠的啦 我覺得 花匠應該是殺人兇手 是這樣的話我現在不會很 花匠如果是殺人兇手 那他報復他們是因為他們對喜兒出手 還是對莉莉出手 這就會不知道 雜物 燒炭後的灰燼 燒炭 這個人是醫藥化碳中毒 窒息死亡 那他為什麼會倒掛在這 屍體被倒掉在屋樑上 是為了防止他逃跑 喔 那這樣可以理解 只有男人才有離奇這樣處理 屍體衣服領子上好像秀了一個字 瓶 什麼路徑想到什麼 沒什麼 所以他對阿 他不是小瓶嗎 因為他有說那個 那如果是這樣 哇 哎唷阿娘 那是什麼東西 哥哥快躲起來 是旁邊的 靠北阿 阿林老師 哈哈哈哈 二 四 六 八 這裡有八個人 那看一下喔 這是花匠 這不知道是誰 這不知道是誰 這是管家 小林 小平 然後 小方阿 隨便 剩下兩個 這個應該是喜兒了 他們有一個應該是喜兒 那是殭屍嗎 看起來蠻刷的耶 那是什麼 蛤 我來這裡是不是 然後咧 上手的保險櫃 沾滿血的衣物 這些 大衣口袋有東西 小鑰匙 沾滿血的 還不能出去 那現在可以打開這個 好多錢喔 這間也是一個庸人住的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錢 才 這間屋子的木門 年久失修 怕是堅持不要多久 待會你們躲到門後 我去掩蓋他 哎唷帥喔 陸巾 跟你一起 哥哥 你要走 阿星 你留下來保護信任 可是他還小 可是你 聽話 我甩開他就回來找你們 哎唷 陸巾帥喔 相信你是 還是這是他的前世 哈哈哈哈 欸如果是前世的 前世金聲論的話 也太 太刷了吧 哥哥 太危險了 別去 放心吧小朋友 你陸哥哥我可厲害了 自信耶齁 這走啦 欸欸欸欸欸欸欸 不是這樣搞的好不好 至少不要進 欸欸欸欸欸欸 欸又去哪裡啊 又回到以前啦 你又回到以前 為什麼你被信人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代表信人真的是那個 信人並不是 那個誰的 妹妹 他是 莉莉的女兒 所以這部分 不然我的猜測是正確的 哈哈哈哈 去尋衣服好艷手 好艷手 找個金子看看啦 理由編女生啦 哪裡有鏡子 我怎麼知道哪裡有鏡子 啊廁所廁所廁所有鏡子 廁所有鏡子 我真的是個天才耶 不需要去這裡 你不要去找鏡子 廁所廁所 這裡嗎 杏仁 杏仁 耶 怎麼可能 原來她就是莉莉的女兒嗎 她為什麼至今很活著 還是說 我跟阿金看到的姓人 到底是 夫人請您上樓 夫人請您上樓 當然是去夫人臥室啊 夫人臥室 夫人臥 應該指的就是莉莉啦 夫人臥室應該就是那個 那個小菱 那個小菱跟那個誰管人家死的地方 夫人死莉莉 我記得那時候有一封信 她說 有個方法 希望莉莉永遠不要用到她 那個方法 跟那個時候 那個小孩畫那個圖 那個棺材那個好像有關 寶寶來媽媽這裡 莉莉 她就是莉莉 怎麼了不開心嗎 怎麼督著小嘴巴呢 媽媽 先生留的功課做完了嗎 嗯 什麼 一看就知道沒做 小心先生明天罰你喔 媽媽生病了嗎 媽媽沒事啊 就是偶爾頭會痛 媽媽老了呀 偶爾頭會痛 是有人在下藥 那誰下的藥 瓶子吧 是瓶子下的吧 信任 今天是20號 醫生會過來給媽媽復診 不對應該是醫生 可是醫生是被陷害了 可是醫生是被陷害了 好 8月20號 之前在醫生日記裡看透過 好像是女主人確診得傳染病的前幾天 寶貝真乖 去吧 請醫生叔叔上來附診吧 現在還差幾個未解之明 哈哈哈哈 走錯了走錯了 欸 裡面好像有人正在說話 先聽一下吧 瓶子 你知道這次我損失多少嗎 醫生跟瓶子 我怎麼知道老金會發現 老金發現他做了什麼事 那是你的問題 若是給夫人下慢行毒藥的事情敗路 你我等著死吧 我inctions不怕 你可不怕 你也可以… 那是你那時候 你可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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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唔不要 湯